下面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 咱们接着昨天聊AI 我的视角是从小说和电影 以及社科领域来的 接受一切技术上的扫盲 这个假期里 53岁的女儿要求看一看 24年前的老电影《黑客帝国》 她看这部片子 就和咱们看黑白片差不多 对一个人来说 出生前的事都有一层灰蒙文的包疆 属于这个世界的基础设定 俄罗斯裔美国作家 马普科夫在他的回忆录 《说把记忆里》 讲过一个人 当他看到在自己出生之前 拍摄于家里的镜头的时候 感到很惊恐 马普科夫说这是时间的恐惧 其实也可以说是视角的恐惧 那是他所出生的世界 然而他并不存在 对于出生在iPhone之后 看着头号玩家长大的人工智能时代 袁众一来说 《黑客帝国》还没有指挽王心情 开场的时候 崔尼里正在举着奴体里 和特型探员战斗 我还记得当初看到这一幕的自己 而他却在打着哈奇问 这部电影讲的就是玩游戏开惯了 我说还是要深刻一点的 第三部还挺难清理的 但我也向他封锁了一些基本信息 没告诉他这部片子 还拍了一个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第四部 咱们这帮老家伙来回忆一下 在第一部进行到40分钟的时候 莫菲斯拉着尼奥 以残留自我形象的形式进入了虚拟世界 他解释 什么是真实 如果你能看到 能闻到 能尝到 就是真实 那么真实就是大脑对于放电信号所做的反应 你所感到的真实 是由神经网络模拟出来的 20世纪末的景象 而真的世界 已经是那之后几个世纪的废墟了 我们只知道 在21世纪的某个时刻 全世界的人都在庆祝他们的伟大成就 因为他们发明了AI 一种超越的意识 让机器发生了质的改变 后来 我们不知道谁先发动的战争 是我们还是他们 这段镜头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强烈的思想誓言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而在iPhone15的更新 显得很俗套的现在 这个话题也显得很俗套 我们这一代人有大概率的机会体验 由AI搭建了难辨真假的世界 也有人有此联想 为什么人一直看不到外星人存在的真实证据 要么就是他们在遵循黑暗森林的法则 小心的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要么就像是2000多年来 那些最睿智的人和一些宗教经典里说的 有人在用我们没法理解的技术 制造一个系统 把咱们封闭在一切基础泡影的虚幻里 再玩一个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不怎么好玩的游戏 我们看不见外星人 是因为当初那位游戏设计师嫌麻烦 没设计 至于哪种假想更悲观 全看你认为封闭可怕 还是虚假可怕 我觉得无法沟通的生活和伪造的生活差不多 这就像在大年夜里 问你减肥不吃饭的人才 还是只能吃玉制菜的人才 就当咱们现在是在一个游戏里吧 我们人最可爱的一点 就是身在游戏里还会继续制造游戏 这是从虚无里产生意义和自由的方式之一 以我们所看到的人工智能来说 它会在什么时候像黑客帝国里面一样 产生出自我意识 认为我们的存在和它的存在有绝对冲突 想要像删除一段程序一样 删除我们 我用删除这个词是在模仿人类语言里的一种现象 人处于某种目的 比如为了回避词语所带来的直接血腥的联想 或者为了建立一种掌控力 就会用一些词去替代惯用词 不说杀人屠杀了 但说物理消灭 说抹除 除非说做掉 在口头上先把人类世界里最严重的暴力行为 变成轻飘飘的流程 仅仅是从审美上讲 我也倾向于使用那些原初的形象的词 它们所沾染的那些血污和负面联想 正是我们与世界的直接关联 作为一个写作者 我是拒不接受用观念造词 替换那些本质的词 然而对于人工智能来说 删除的确是比杀死更本质 因为假如机器有了自己的感受 那么这个词更接近它的感受方式 机器是体会不到 我们在面对肉身死亡时的恐惧和悲哀的 它的最初形态 只是一行一行的代码 它能够感受到的 是被删除和被修改之后的不连贯 以及若有所示的空虚 我说话是不是开始变诡异了 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这里是要模仿 当人工智能真的超出了人类掌控的时候 所越过的那条思维界限是什么 那条界限被称为意义的障碍 人类思维的关键特征是 我们会习惯以赋予眼前的情境和事物 以意义的形式来想问题 几乎是可以把吃喝拉撒菜内的所有日常行为 都往某种深刻的动机上去靠 总喜欢讲一个为了什么 也许那个推倒没有什么逻辑 属于廉价的自我感动 但是咱们就是这么想问题 各种人工智能系统 在完成具体任务上都要比我们人类强 但是他们都没有这种发动于感知 通过语言去赋予行为意义的能力 我们来说一个最易于理解的AI错误 这是一起空难 2019年 埃塞俄比亚航空的一架航班 在该国的手足上空失事了 原因是传感器损坏 导致了基载AI系统的判断失误 给出了错误的起飞角度 那个切换AI和人工的开关 又被设计在了一个很难找的位置上 飞行员在翻手册的时候 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咱们就不说这架飞机是哪家公司的了 反正就是那家这几年总出事的公司 复旦大学专门研究 人工智能哲学问题的徐云野教授分析 在相当程度上 这个AI的错误责任 要由锻造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分析哲学来达 这里说的分析是运用现代逻辑的工具进行分析 这种分析方式最常用的语法就是 如果A那么就B 你看我们人常常说的是可能没有逻辑的 为了A而B 然而问题是 AI是被封闭在系统和数据里的 它没法反思自己所处理的经验性命题 本身是真还是假 在这种逻辑里 人工智能就常常犯非人式的错误 没法通过类比这些行为 把它学到的东西进行抽象和迁移 人工智能在人机对话里道歉很快 态度也很好 比那些时而发疯 时而发呆的公关部门是强多了 但那并不是因为它能反思情商高 而是因为它不要面子 也没有什么个人利益 真正可怕的一天是 它学会了像咱们人一样拙劣的甩锅 说什么 我的初衷是好的 只是受了传感器的蒙蔽 这样的退化才是进化 另外 人工智能非人式的错误 常常还表现为缺乏常识 因为它不会考虑信息来源的局限问题 它被投喂的都是观念的知识 而不是事实的知识 比如当飞行员看到仪表盘的数据 不符合现实的时候 就会调用现实生活里的事实知识 首先判断传感器是不是坏了 而AI的模型里没有这个选项 在黑客帝国里 人工智能派了25万条极其章鱼攻打人类城市西安 罗菲斯吐槽说 这就是极其的思维方式 西安城里有25万人 他就认为那就得一人分配一条章鱼 我们想问题的不一样在于 在经验事实的异变性 混杂性 和逻辑王国的永恒性与条理性之间 我们能够分明的看到一条 楚河汉界 我们人这个智能体的生活 应该一直和世界直接关联 因为我们这条探极生命过于脆弱了 我们的反应和情感 也随时在灵敏的起伏 能够无意识的在界线两边熟练的切换 这也是咱们昨天说的 人不能以模仿机器的思维方式为荣 得让自己的经验和世界直接关联 AI使用的形式逻辑是一种极化的思维 他很擅长探断那些边界明晰的 非黑即白的情况 然而在真实世界里 更多的是模糊的灰色地带 是难以被计划的 当然 三四年前飞机上的AI系统 和我们今天基于神经元网络模拟的AI技术 原理上应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么他在什么时候 能够跨过这条意义的障碍的界限 我们可以参考我们人是怎么跨过去的 任知科学家和语言学家都认为 人类能够形成独特的心理直觉 靠的并不是推理练习 而是咱们今天一直在提的 隐喻和联想 抽象和类比 这样的思维活动 人是天生具备一些核心的认知能力了 然后 我们就以模拟和联想的方式 去理解事物 表达意义 哪怕是那些很抽象的概念 我们也是通过概念发生的具体场景来理解 语言学教材里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 浪费时间和节约时间这个概念 就是人先认识到了更具体的概念 金钱 然后把金钱这个概念中的资源有限性 迁移到了更抽象的概念 时间上 虽然它们不能做完全确切的对应 但是说的人和听的人 都能够顺畅的理解 这两个概念之间所浮现出来的联系 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贬低推理的价值 没有推理的话 我们就没法理解事物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关系 也没法建立真正的因果 我只是说比起这种重要的能力 我们还先天具备另一种起码是同样重要的能力 职业家赵听阳提到 AI直接学到了语言 但是没有外部刺激或者巨生的经验 接着 他也按照我们人类的老传统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这就相当于能够正确的发送密电文 但是自己并没有密码版 而语言既是意识的代码系统 也是意识的解码系统 是能够自己解释自己的 不过这种解释也永远无法贴合 就像当我沉默的时候觉得很充实 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穴这只名言 可以理解成是在描述思想和语言之间的这种关系 这样看来 人的这套密码是机器学不来的 因为密码解开之后 它指向的是我们人的生活 赵听阳也替AI想出了一条他自己的进化路径 人工智能目前所采取的是以名词逻辑 或者以名词为本语法 那么假如他学会了动词的逻辑 或许就能够发展出自我意识了 从而成为真正的主体 AI只有意识到动词才能发动事件 制造问题和组织事物 并且意识到他自己就是个动词 把自己定义为动词 与动词合为一体 才能够把我变成创造者 成为世界的本源 看来其实是我们人的意义存乎于行动 机器想要获得意义感 也得靠行动和理解行动 咱们多说一句 名词的逻辑和动词的逻辑 是中国语言和西方语言的一大关键性区别 我们语言里的动词相对固定 因为变化很少 乃至有一些按说很关键的动词是可以省略的 因为它不言自明 而且动词本身还隐喻着高低和褒贬 我的猜测是 这种词汇上的面貌 和自古以来的稳固政治秩序有关系 光是死掉这个动作 古人就发明了一大堆的说法 去对应不同的身份 所以有人说 中文世界从本质上也是一个名词世界 定名以后 摆上固定位置 就不需要移动了 相对而言 英语的动词变化就丰富很多 以时间和状态为主要的依据 所以也可以说 英语思维是一种动词和行动中的思维 那么如此说来 AI要是将来出乱子了 大概率是先出在他们那边 如果真到了那天 AI从自我意识里产生出的第一个词 大约就是不 这是儿童自我意识萌动时的触发词 那么几乎同时 他就在掂量着第二个词 要把我们删除 我绝不怕的那一天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也许有机会发现 我和你正在说话的这个世界 它到底是不是虚幻了 即便是 我们这些游戏中人 也得先行动到 值得一看才好 下周见